所以说习也做好了另外一手准备 我这回人民币上线成功 我给你干掉你美元 我拿走你半壁江山 这是2006年 当时习当副主席的时候 和中共做出的决定 就是要在一定时期内 跟美元要拿走的三分之一的江山 然后再要并驾齐驱 就你一半我一半 最后是把美元干掉 这是所谓的要用30年干掉美元 而且抓住数字货币的这个机会 所以说他正在实时中 机遇以上 我觉得兄弟姐妹们 真的是我觉得共产党的大战 经济大战已经开始 不可避免 跟美国的科技大战 美国已经出手 这个外交大战 随着习的出访 和俄罗斯 乌克兰 以及欧洲 等和欧美之间的各种较量 已经全面开始 在台湾问题上 在南海和东盟 亚洲市场上 因台湾问题随时插枪走火 所以说基于此 你想中国现在未来三到五年 你想过太平日子 那是不可能的 你想过多好 那是不可能的 感觉 下来的